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预播出 酷狗音乐就是歌多 中国 加油 好意多数三军为湖北加油 为中国加油 两代偶像的交锋 二哥来了 还没有唱 我觉得已经受不了了 甜美和酷的对抗 他们两个代表两种不同时代的女生 经典和新风的交流 感觉都没有准备好 没有把这个能量都放出来 你的动作稍微软了 可是你真的错了 他超炸的 还有非常非常多 还没有被大家发觉的自己 我们是最狠的一组 本节目由有机领导品牌经典独家冠名播出 天赐经典 畅想有机新生活 5G视频手机双方到更清晰 本节目由全新Operino 3 Pro 特约播出 各位观众 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 科学控疫情统筹谋发展特别节目 今天的节目也将在 中国蓝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进行同步直播 今天下午三点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和流通工作情况 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总体成语 除了猪肉 牛肉价格有所上涨以外 其他品类价格涨幅都是明显回落的 粮油价格保持稳定 秦淡蔬菜价格不同程度回落 猪肉价格比月底略有上涨 但是同比涨幅依然较大 一个就是全力做好大米的运输 那么我们指导黑龙江 辽宁 基林 湖北 湖南 安徽等六省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主动与重粮集团大米供应企业进行对接 协调做好运输的方案 第二个就是全力做好动入运输的服务保障工作 第三个是全力做好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保购运输 那么我们也部署各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会同当地的商务主管部门 积极主动地与全国57家重点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沟通 积极主动地明确专人进行对接协调 协助企业来制定专门的保购运输方案 第一个就是要加快推动复工复场 明确将邮政快递基地业务的复工复场放在优先的等级 第二是保障邮政快递车辆优先便捷通行 第三是切实保障末端的投利 要求各地推动出台 保障末端投利相关的政策 第四个就是加强一线从业人员的防护 防空疫情的同时 卧生企业复工复产态势如何 企业复工遇到了哪些方面期待解决的问题 相公部分如何精准施策呢 今天我们请来了浙江省京信厅的副厅长朱可健 为我们进行权威解读 疫情到目前为止 对我们浙江整体经济的影响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我们全省现在规模以上的企业 应该是93已经复工了 那比较大的就是10亿元以上的企业 97%已经复工 就是重点上69%已经复工了 应该复工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 特别是13号以后 我们呈现一个快速回升的一个势头 政府给了什么样的扶持呢 在金融方面 财政 税收 包括社保方面都出财了一系列的政策 比如是在小微企业的 在疫情期间 小微企业存量的贷款它是免息的 新增量的部分 在疫情期间也是要免息 疫情之后要下调利息 地方政府也是挫钱 挫利 挫能 和劳务输出的省份进行对接 我们的防护物资还是属于比较紧缺的吗 紧平衡 除了要保障我们省里的医务人员 重要的卡口 还有湖北医疗队 我们还承担了国家的调拨任务 民用口罩这块 昨天为止我们已经905万的口罩 这个样的产量已经出来了 对于返港人员 我们的这个防疫 是不是会更严格一些 有哪些措施 在用工的安排 包括消杀用品 防护保障这方面措施 包括一些食堂 职工的宿舍 这些管理方面都采取了很积极的态度 并且也制定了自己的应急措施 万一有发生这个突发性的情况 也制定了措施 包括我们的大书记和整个数字经济 在这次的防疫过程当中 到底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根据一码一图 一码一指数 来进行管控 目前来说 应该这项工作还是比较有效的 那么科技公司也开发了很多的产品 有些物流方面的产品调度的 包括一些复工的申报的 这些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应该说这方面我们省力有优势 浙江台报道 科学控疫情 在杭州的200多个医学隔离点 产生的生活和医疗垃圾如何处理呢 疫情发生以来 一直支应急小分队 永挑重担 坚守医线 今天让我们来认识一群 专门负责运送医疗垃圾的防疫战士 一大早 负责医学隔离点 垃圾清运的李师傅 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和往常不同 现在他们除了穿上常规的工作服 还要到仓库领取口罩 手套和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没有其他人帮你一起穿才方便你是吧 对对对 这边比较麻烦 对 现在是清运医学观察点垃圾 比起还有一点风景的 所以全部配备到外 然后让它穿好 今天李师傅和搭档祝师傅 要负责杭州上城 下城和西湖区 15个医学隔离点的垃圾清运 每到一个点 他们都要和点位上的工作人员对接 记录垃圾数量 关于下城区的这家酒店 从2月6号开始启用 成为昭惠街道最主要的医学隔离点 里面一共有51位隔离观察人员 我们密接人员 有湖北武汉那边回来的 还有就是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有的 就是有过接触的 还有一些是从医院 治愈出院的 再过来我们这边观察的 集中观察 风险是有的 怕不怕 你说心里话 你说不怕是不现实的 对不对 但是那怎么说呢 我又是党员又是队伍军 对吧 已经存在一线 对吧 恒里师傅搭档的祝师傅 老家在江西 原本年29准备回家过年 疫情发生后 他决定留在杭州 加入应急处置队 到现在他只休息了一天 在这个情况下 只有党员先上 这就是先进先上要上 因为我也是一个集团先进员工 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三个城区 15个点位 一天跑两趟 两人都不轻松 因为穿着防护服 也不敢多喝水 本身这个物资源就紧张 对不对 我们这样就消消毒 就随便吃一点 然后吃好 就再出发去干活 目前应急小分队 一共有58个人 配备了19辆最新的 国六标准的垃圾轻运车 负责权是200多个 医学隔离点的垃圾收集 为了减少交叉污染 相关部门还开辟了 直通焚烧场的绿色通道 将垃圾进行独立的 无害化处理 整个处置过程 我们也考虑得非常细致 对各个点位 确保做到万无一失 一方面是为了 我们的员工的自身安全 另一方面是也为了 这个医学垃圾的处置 更加及时安全有效 浙江台报道 下面我们把视线 转向湖北京门 今天上午 浙江省支援湖北京门 第二批医疗队 台州原京医疗队的 首批13名医护人员 正式进驻 金门第一人民医院 开展重症 微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 上午7点15分 金门第一人民医院 将北院区住院大楼 11层整层 正式交付给 台州原京医疗队 目前该病区 已按照ICU院感考核的标准 对现有常规病区 进行升级改造 分清洁区 缓冲区 污染区 三区管理 换新的鞋套 守卫生 医疗队进驻后 在清洁区的进出区域 设置了安全监督岗 岗位由两名医护人员组成 所有医护人员 出这个门的时候 都要经过这两个人员 非常严格地检查 他们双方确认 可以了 他们才能出这个门 进入到我们的战斗的场地 所以只有不断地强化 做好自我保护 做好各个细节地维护 才能保证我们最初的使命 上午9点30分 医疗队接收首位病患 该患者今年73岁 有多项病发症 养饱和度较低 属于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我们初步的方案 也基本上讨论出来了 对最累的病人 第一个关系是养疗 那第二个在抗病毒上 也作为了 制定了一个海力的方案 郑珍仓说 在赴金门援助之前 他们已经做了不少功课 昨天又与金门第一人民医院 进行了深入沟通 与充分评估 接下来 医疗队将根据 每位患者的病情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力争重症病患 转危为安 这关系还是不是少多的问题 我们还是看病人的血迹情况 给我们的容量相配配 进行卖卖收 因为我们整体的 还是以安全为目标 因为病人的安全 是我们治疗的最大的目标 浙江台报道 接下来 我们再来视频连线 正在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里的医务人员 了解一下前方救治的最新情况 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台中二则医疗图地区的 二则医疗图地区的照辉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 湖北省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北院11楼新筹建的ICU病房 经过两天的筹建 故意我们今天第一次 我们已经进入医院工作了 在这个ICU配备了20到22张床位 还有每个床位都配备了一个 市盘气质 然后我们有高雷辆系 高雷辆系安医的舞台 还有一个 有少夫妻和不少夫妻之 都是有 而且我们中央省 关注的有少夫妻之和高雷辆系安医 已经安装完毕 随时准备待用 大家好 我是来自恩德医疗集团 开中医院的雅伟一 那今天早上 从8点钟我们入餐到现在 我们已经收拾了两门的 微重症的患者 一名重症患者下来之后 我们住完毕 紧接着收 刚刚收留一个 微重症的患者 这个患者80多岁了 反复呼吸心跳 骤停了三次 然后到了这里之后 我们马上给他 用上了呼吸器 然后心电几乎 我们现在目前都在 根据患者的情况里面 有三名医护人员 是在紧张地给病人 旁边做一些处置 那接下来的这个病人的 进一步的治疗方案 我们这边的医疗专家团队 正在下一步的确定 我这边的情况 就这样就是了 我们向前方的医护人员致敬 另一方面 为了确保对武汉 微重症患者 进行精准治疗 浙大2月 援助武汉医疗队 昨晚首次举行 三方远程多学科会诊 关注一下我们浙江卫视记者 发自武汉的报道 昨晚7点 浙大二院医疗队 武汉驻地会议室 和武汉协和肿瘤中心 以及浙大二院本部 首次举行了三方视频连线 多位呼吸内科 放射科 脑重症医学等专家 开始了一场杭州和武汉 两地的远程会诊 我们今天的重点 晚上讨论了一个病例 这个病例非常有它的特殊性 由于这位患者有哮喘的基础疾病 在被浙大二院收治入院后 一直给予高流量吸氧 但病情仍逐渐加重 插管之后用技术 用了今天第三天了 在详细了解患者的各项检查指标 反复跃篇后 三方专家进行了深入探讨 共同优化了新的诊疗方案 据了解 这样的前后方会诊 今后会经常进行 浙江卫视特派记者 石磊 周佳琪 武汉报道 你在防疫前线奋战 我来减轻你的后顾之忧 在防疫线奋战的医务人员 后勤保障谁在做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医护人员背后的支持力量 41岁的徐永红 是长青县中医院的一名保洁员 疫情发生以来 她主动请应承担了医院 隔离病区的卫生清扫工作 医生就冲在前面来 我说我来这里好了 徐永红的丈夫 因为事故瘫痪在床八年 身边需要有人照顾 这段时间 她便将丈夫送到医院 交给了护工 自己专心坚守岗位 直接往前面走 我知道了 好的 跟徐永红一样 保洁员董先赫 每天都仔细清理医院的 每一个角落 人手紧张 她还把丈夫 叫到医院一起帮忙 当时我老婆跟我说的时候 直接就是脱口的时候 就答应了 所以说第二天 我们就马上就来了 自己感觉到也还可以 也能胜任 看一看你这些身份 都有没有认识了好吗 早上九点半 爱心妈妈孙惊燕 来到胡桥社区 为九岁的二年级学生 余卓轩辅导功课 小卓轩的妈妈余丹青 是余航区第一人民医院的 手术士护士 2月9号前往武汉支援抗疫 爸爸工作繁忙 小卓轩的学习成了问题 孙惊燕了解情况后 第一个报名当起了爱心妈妈 参与一线支援武汉的工作 我们没有能参加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后方 帮他们保卫一下自己 他们自己的小家园 阿姨每天帮我辅导作业 有什么不会的 我可以及时问他 成绩也不会落下来开心 据了解 余航东湖街道 一共有六户支援武汉的医护家庭 目前已经征集到了三位爱心妈妈 为医护子女辅导作业 线上讲故事 入选爱心妈妈也有标准 符合有爱心 有辅导孩子经验 能够二至四小时待命等条件 经审核后方可上岗 浙江台报道 目前疫情蔓延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 那么从病毒的传染强度来看 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是否在下降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疾控中心 应急中心研究员的解读 根据我们早期的调查的了解 那么对一些我们已知的数据的分析 那么早期的时候 这个一个病人基本上 我们按照这个来看的话 能传播两到三个人 那么现在根据我们得到的 对于这个发病曲线的分析 我们可以说这个目前为止 这个可能一个病人 他传播都不到一个病人了 因为如果说这个传播指数 还是像当初那样的话 那可能现在疫情的态势 就不是现在呈现了一个 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 所以说呢 目前的这个基本传播指数 就是这个病人能够传播的人数 跟初期相比已经发生的下降 此外 向妮娟表示 新冠肺炎最长的潜伏期是14天 这个结论被用作制定密切接触者 医学观察的期限 而随着对新冠传染性进一步了解 对于密切接触的判定 也发生一些变化 原来的密切判定呢 是从这个病人出现症状以后 你和他接触 你算他的密切接触者 你需要进行这个14天的医学观察 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变化 就是我们需要去判定这个病人 在发病前两天他接触的人 这个这两天接触的人呢 也是我们的密切接触者 那他们也需要进行14天的医学观察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目前 对于这个密切的判定方面的 一个重大的变化 用真实的调查 让谣言献出原形 接下来我们进入朱瑶记这个板块 近日台州本地的朋友圈 流传一张交通违法告知短信的截图 显示 车主因为驾驶时未戴口罩 而被记了二分 这是真的吗 经过台州交警部门核实 这条信息为谣言 警方提醒 疫情期间 并未出台过不戴口罩属于交通违法的新规 期待广大网民不造谣 不信谣 不穿谣 疫情还没有过去 口罩不太好买 于是不少朋友想出了五花八门的自制口罩 包括保鲜膜 塑料袋 卫生紙等等 那么这些自制口罩真的靠谱吗 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林英祥表示 保鲜膜本身不透气拿来做口罩不太合适 而柚子皮 西瓜皮 连贴合面部都很难做到 即便贴合了也喘不过来气 卫生纸 厨房用纸 吸水性太强了 不适合拿来制作口罩 这些方法都是错误的 请大家不要模仿效仿 近日 有传言称一批来自日本的口罩提取了鸵鸟蛋的抗体 并且制成了过滤层 置入了口罩里面 能够彻底杀灭病毒 完全阻断感染 别信 这也是一条谣言 防护用的口罩主要材质是各种类型的无纺布 目前为止 世界卫生组织 并未对任何一种主动抗军式口罩的有效性做出过肯定 市场上也尚未见到新型冠状病毒的抗体产品问世 所谓的鸵鸟蛋抗体口罩很大程度上是商业方面的炒作 关注完《桌妖记》这个板块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蓝云搜索 疫情期间活动量较少 怎么吃才健康呢 怎么吃才能为身体提供足够的营养素呢 国家卫健委专门制作了一个视频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宅在家的你 怎么吃才健康 快来看看吧 食物多样 骨类为主 每天膳食应多样 注意选择全骨类 杂豆类和鼠类食物 多吃蔬果 奶类 大豆 多选深色蔬果 不以火汁代替鲜果 喝酸奶 常吃豆制品 适量吃坚果 适量吃鱼 青 蛋 瘦肉 少吃肥肉 烟腥和腌制肉制品 间接杜绝食用野生动物 少盐少油 控糖现酒 清淡饮食 足量饮水 控制含糖饮料 饮酒限量 吃冻平衡 健康体重 坚持运动保持健康体重 不暴饮暴食 减少酒坐 度决浪费 清新时尚 珍稀食物 按需备餐 提倡分拆和使用公块 封勺 下面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非常暖心的瞬间 大屏幕上的这个满脸意痕的女孩 她的名字叫做刘雨航 是一个90后护士 来自北京市集团医院精诊科 1月27号当接到原恶医疗队报名通知的那一刻 她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 一定要去医线 因为17年前她只能看到妈妈毫不犹豫地参加过非典 现在她说 妈妈 我长大了 我要成为像您那样的护士 成长需要一个榜样 更需要一种信念 谢谢所有医线的医护人员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直播的内容 接下来在晚上的21点半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科学控疫情统重谋发展的直播节目 朋友们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新闻联播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我省解决一批卡脖子难题 让重大项目复工快起来 蹲点第一线专栏今天关注 传话集团三次升级防控手册只为安全复工 抗疫先锋专栏今天一起走进台州恩泽医疗中心 看医务人员如何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个生命 在保证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我省一大批重点工程迎来全面复工 针对复工中遇到的难题 各地想方设法又该如何解决 一起去项目现场看一看 作为我省线线通高速的最后一个节点工程 这几天文泰高速施工现场经常响起指挥长张仲勇急切的嗓门 根据计划项目应该在2月25日全面复工 可负责混凝土胶筑的一整个班组31名工人无法按时返回 不解决这个问题整个项目就被掐住了脖子 我们马上要安排车子把这些关键技术工程的人接回来 我们才能启动这个项目顺利复工 然而面对全国各地的防控措施 能不能及时接回人 指挥部每个人心里都没底 副工迫在眉睫 指挥部向各标段要来1700名工人名单 一一核对工人的业务特长 工作人员有驱车赶往工地 挑选了20名符合工种要求的工人进行防疫检测 随着这些工人投入红溪特大桥施工点开始作业 工程卡脖子问题得以解决 眼下近2000名工人也正在陆续回到岗位 在杭州亚运厂管施工现场 除了缺人 缺材料 也让土建工程师张孝文很头疼 厂管装修需要的材料门类众多 然而现在库存只够装修三个看台包厢 寻找应急供应商刻不容缓 这些被货情况都充足吧 像这个我们找了一些替换的 可能是有的一些资源的 我们可能进行考察 进行就是视频考察 或者电话沟通 看看的话是否能参与到这个项目中 一边寻找应急供应商 另一边施工作业部把计划表上的部分材料充足的后期项目提前施工 通过一快一慢的调节 争取工程整体进度保持不变 有些施工把这个一个月时间给拉回来 还是到这些年底要均工交付的 千方百计补齐缺口 确保重大项目如期推进 截至目前 浙江省交通集团投资的重大综合交通项目 亦有43个关键节点实现复工复产 全省551个省级重点项目复工率达87.7 浙江台报道 在推进企业复工复产行动中 湖州开展以专班加专员为主的 深化三服务专项行动 全力助推外贸企业开复工 湖州中石科技是一家年出口过亿美元的外贸企业 今天湖州市稳外贸服务专班在走访时发现 企业遇到了外国专家反攻难 扩建项目审批被延误等问题 现场协调了我们自然资源部门 尽快地帮我们落实了这方面的一些手续 政府部门这次非常精准的服务 也为我们提升了 能够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为了让外贸企业尽快恢复生产 由商务 海关 茂促等部门组成的 湖州市稳外贸服务专班 点对点帮助企业解决难题 捷美电子是一家生产电子元器件配套产品的企业 目前公司已经积压了两个月的订单量 当地派出专员驻扎企业进行一对一服务 想生产 又不敢生产 但是必须得生产 所以毕竟在这个防疫这块不是特别专业 它来了以后给了我们一些专业的指导 每个企业又配备了一个监督员 同步指导企业开发工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题 重点确保企业尽早的达产 眼下 湖州通过专班加专员的形式 帮助企业解决内部防疫与复工复产的问题800多个 截至目前 湖州1260家重点外贸企业 已经实现全部复工 浙江台报道 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贵在行动更要高效 特殊时期 复工复产中碰到的卡脖子难题确实不少 如何在疫情防控安全有效的前提下 把疫情延误的时间夺回来 这需要各地更早一点谋划 更多一点办法 更快一些动作 在下足绣花功夫的同时 念好快自觉 抢自觉 用更明确的思路 更务实的举措 更精准的办法 让企业复工复产 快起来 抢回发展先机 以决战决胜之势夺取两战赢 眼下 我省正大力度推动企业快复工快复产 作为一家员工超万名的民营企业 传话集团通过制定动态编排的防控手册 科学指导企业安全有序恢复生产 来看记者的蹲点报道 名字部门报一下 名字院 陈八斤 陈八斤是吧 请你出事这个房桌 借看吗 一大早 在传话化学集团门口 安保人员正根据人力资源部门提供的名单 对上班的每一位员工进行测温 消毒 和核对健康码一整套防控措施 确定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名单在里面 有名单我们就记录放他进去 没有名单 那么我们一般的话也就是说 这个劝阻任何处理 传话集团有员工近一万四千名 工种涉及物流 化学等多个板块 为避免各部门防控疫情步调不一致 企业专门编制了一本防控员工手册 统一标准 统一执行 我手里拿的这个是传话集团 疫情防控员工手册 从2月9号的1.0版本到2月18号 已经更新至3.0版本 每一次修订都是根据疫情的最新的变化 对隔离人员以及整个集团的防控工作 进行进一步的细化 随着越来越多的员工返厂 眼下防控压力最大的就是宿舍管理 为了把住这道官 最新的3.0版本手册 将全国各省区都细化成不同风险区域 对返岗员工进行差别化管控 从哪里过来的 从辽宁海洋 在企业宿舍的入口处 几天前新安装了红外测温和识别设备 按照手册要求 对每位返厂员工都要查看健康码签下承诺书 企业还特意拿出移动宿舍 统一安排需要隔离的员工居住 经过企业的一个审批统一之后 才能返程 然后到了公寓这边之后 要严格按照我们制定的一个标准和检查的要求 一问二次二三登记 办理完成之后才能进行入住 员工进了厂区 生产环节的防控更不能放松 传化化学集团大江东生产基地 承担了大量出口订单任务 眼下智能生产线家族马力24小时运转 而需要人工操作的生产线则是隔一个开一台 保证员工在生产线上的防疫要求 为了保证我们的总产量不减少 所以说我们把原先的一般的生产模式 改变成为我们两半岛的一种生产模式 我们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管理者 以及我们每一个员工 那么这样大家就是有章可循 那么大家都是非常有序地去开展好 就是防疫的各项工作要求 那么也保障了我们企业复工复材的安全 浙江台报道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是当地救治患者的主要医院 在这场防疫阻击战中 医学中心165名医务人员 用心用情筑起了一道守护生命的防线 这两天台州恩泽医疗中心又有15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55岁的刘某是首例确诊的重症患者 尽管眼下身体还有些虚弱 但经过系统的康复治疗 生活已基本能够自理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从收治第一名患者以来 他们坚持一人一护理团队 一人一诊疗方案 密切关注每一位患者的病情变化 院内的专家 那么每天他都会过来巡视 那么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病人 或者疑难危重病人 那么还会通过远程会诊 和审理的一些专家进行沟通 诊疗中医生们发现 不少患者由于心理压力过大 影响治疗效果 来自湖北的金女士 被确诊后十分焦虑 经常失眠 感觉怎么样好点了没有 就是睡眠 我本来睡眠不好吗 为了排解患者的紧张情绪 医务人员与患者经常进行沟通 帮助疏导情绪 我们现在的话可以用手机 跟他们反馈 但是现场反馈的话 完全不一样效果 现场跟他讲 然后呢有时候也会握着他的手 那这样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除了心理疏导 医务人员每天还带着患者 跳康复操 既帮助恢复心肺功能 也有助于缓解焦虑 病人的第一需求 我们第一帮助 然后这样的话能够 尽最大可能 让他们在这里能够感受到 一个家的温暖 截至目前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 收治患者累计治愈率 达63.9% 浙江台报道 孙铁峰是杭州市 萧山区宁维街道 金医社区的一名工作人员 一月底 因为防疫工作的疏忽 孙铁峰被街道通报批评 半个多月过去了 孙铁峰的名字 再次出现在街道的榜单上 那么这次又是什么原因呢 一起来看 这个正在给村民量体温的 是萧山区宁维街道 金医社区副主任孙铁峰 现在已经是他连续工作的 第十二个小时 毕竟我也年轻一点 也要多干一点 多做一点 连续多日 孙铁峰就在这个 临时搭建的帐篷里 给进出社区的居民测体温 由于社区里多位老年人 不会用智能手机 自然也没有健康码 为防疫需要 一小时里 孙铁峰先为一百多位居民 量了体温 又帮三十多位老年人 办理了社区通行证 孙铁峰所在的 金医社区 地处萧山城区 和杭州滨江区的过渡地带 人员复杂 防疫难度大 作为社区的一名负责人 最初面对疫情时 孙铁峰有些猝不及防 过渡房里面 不能有外地人居住的 我们这里面有几家 是因为本地的一个 外地亲戚住在这里 在盘马过程中 没有及时的清退 我被通报批评了 受到街道通报批评的 孙铁峰非常沮丧 甚至一度有了辞职不干的想法 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着 因为毕竟这件事情是 这几年来第一次碰到 我也是想就是从那边颠倒 就在那边站起来 重新振作的孙铁峰 删掉了手机上的所有游戏 又把两岁大的女儿 交给父母照看 全力以赴投入防控疫情 以前往往是只问不查 现在稍有疑问 就一追到底 下午两点 结束了12小时值班的孙铁峰 回到社区办公室 才吃上了当天的第一顿饭 孙铁峰的努力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 加上应对疫情有利 近日曾被通报批评的孙铁峰 受到了街道的通报表扬 浙江台报道 我省首批支援金门的医疗队 由浙大少医夫医院 11名队员组成的男护士团 一直坚守在ICU病房中 记者通过视频 与他们进行了对话 来看报道 看得到吗 看得到 看得到 他在脱口罩了 一起 我们男护士的衣服都试破了 我边上的是叫刘康 一米八几的大男孩 长得挺帅的 其实看不见 这是我们今天的组长张老师 年资很高的一个老子弟的老师了 然后这个是小家叫加铁峰 我们也知道这边对身体上的考验也比较大 所以他们就是蛮事优先的来的 像西塔这种危险性比较高的操作 心理上的挑战会更大一点 然后体力上的挑战 大概就是要帮病人 或者病人摆体位这样子 其实病人是 大部分病人都是一动不动的 要完全靠我们的力量 其实对体力上的效果是最大的 然后如果是病人的病情又很不稳定的话 那我们是因为动作也要快 但是又不能跑 因为怕这里面的气氧胶飞起来 所以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男护会比女孩子心理稳定性方面 平时的生活方面会方便一些 所以我们就很多男护都是自发的 就不要从他都选择了跑到这边来支援 我们一共来了16个护士 一共是11个男生 5个女生 听说那边医院里面没有护工 对对对 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们自己来做 包括这个病人的粪便 粪便这个清洁 包括病人的这个翻身 对于一个插管 然后身上有很多管道的病人来说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做的 所以对你们来说保持体力很重要 有什么办法吗 最近有没有比较振奋的消息 那大概就是我们昨天的时候 有个ECMO病人撤击了 大概是我们最近最开心的事情了 当然要等这边的情况相对来说稳定一些 我们才能够放心地回好 对对 今天下午4点半 我省第4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救治的 首批患者治愈出院 今天出院的4名患者 年龄最大的87岁 最小的29岁 我们的孩子都跟我说的事 这一次是浙江 这个大病人来的都是棒的 孩子跟我说我们是安心的 开水瓶都是他们给我们打好了 送到床边来 这已经不能称之为护士了 这是全方面的照顾都非常到位 除了精心治疗外 浙江医疗队还对病人的心理进行疏导 帮助患者尽快恢复健康 不仅跟我们看病 还跟我们进行心理疏导 要我们现在就休息好 吃好 把生理养得帮忙来 经过我们的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 他们得到了康复 我想今后我们希望有这样的更多的病人 能够顺利地出院 我们也有决心在这里做得更好 一定能够跟武汉人民一起 能够战胜病魔取得胜利 浙江卫视特派记者石磊 周佳琪 武汉报道 2月21号零时至24时 我省报告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两例 均为省十例封监狱病例 目前全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205例 今天下午 省政府新闻办继续举行网络发布会 通报全省疫情防控最新情况 发布会上 针对公众普遍关心的新冠疫苗研发问题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回答了本台记者提问 疫情发生后 省里第一时间组织开展了应急科技公关 这些公关项目目前的进展如何 重组蛋白疫苗方面 经第一批疫实验小鼠测试 已经产生抗体 密合疫苗研发 已衰选到第四代疫苗赌注 目前科研人员争纷斗苗 努力攻克难题 省总工会负责人在发布会介绍 我省今年不再组织春节后 大型企业用工招聘活动 将通过提供网上就业服务 帮助企业解决短期用工紧缺问题 周山市定海区负责人 介绍了帮助企业破解复工难的做法 我们按照企业用工缺口清单 与一批疫情防控到位的县区达成故事 约定亚帝互帮合作机制 浙江台报道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各地通过云招商云签约等方式 让招商工作在线上跑起来 来看报道 近日 嘉兴市南湖区以云签约方式 与远在美国的投资方 签下了今年首个超百亿的医药行业大单 该项目在年前就已经签订框架协议 但受疫情影响 双方无法面对面对接细节 为了做到疫情期间不断线 嘉兴科技城通过云对话等形式 确保项目顺利及时落地 每一个项目我们也会立一个计划表 都会有专人提供活物 让我们前期在网络上 恰恰下来的成果 能够在我们的执见中 能够得到落伏和得到实现 平湖独山岗经济开发区 近日与德国盗墨公司通过云签约 签下总投资1200万欧元的 塑料项目订单 项目计划今年8月启动 年底前试运行 目前嘉兴通过云上签约 线上推进等方式 以签约51个项目 合计总投资240亿元 今天在绍兴市行政中心 双程半导体设计产业 平台项目签约仪式 通过平对平方式举行 该项目是疫情防控期间 绍兴签约的第一个 重大产业项目 浙江台报道 随着我省各地外贸企业 陆续复工复产 原料进口和产品出口的 运输需求日益破茧 宁波州山港通过大数据等手段 有效调度运力 来个报道 这里是宁波州山港北轮 第二集装箱码头 一大早就有不少集装箱卡车 前来装载货物 码头调度中心的数据显示 春节期间 这里积压的集装箱超过6.5万个 堆存率超过90% 而目前这个比例 已经下降到70% 对我们整个公司的输港来讲 是非常有积极的作用 宁波州山港2万名吉卡司机 97%以上都来自外地 为了确保复工复产进度 宁波州山港集团 对所有注册司机 进行大数据筛选分析 邀请低风险地区的司机 乘坐免费复工专列返港 目前到港司机已达7100多人 随着多项举措落地 前段时间一车难求的现象 明显好转 接单效率得以提高 现在的话 总算心里感觉 一块石头也是落下地来了 也随着各个工厂的这么一个辅工 近期发布的一些单子 在逐日的增长 对于我们也确实是迎来了 一个很大的一个机遇 浙江拍不到 浙江援助湖北医疗队的 医务人员的情况 一直备受关注 今天的蓝眉视频 让我们来看一组 重症监护室的温暖瞬间 来 儿子给你来电话了 来 听一下 别哭 来 来 来 奶奶 奶奶 这个谁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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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太想你了 我来看一看 是呀 不要紧张 把毛病看好就能回去 想他了啊 我们给你打视频 好不好 好好好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不关心啊 阿姨我唱不来的歌 你不要再叫了 我唱就给你听 我都迷不全都给你唱了 好不好 你想听一条歌 你想听一条歌 我唱给你唱 每一次都在孤单徘徊中坚强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善美国 一年之际在于春 趁着情好天起 我省各地在紧抓疫情防控的同时 抢抓农时 做好春耕备耕 今天中午 在平阳县昆阳镇油菜种植基地 农户们分成多个小组 对油菜进行施肥 基地负责人说 今年共种植油菜1270亩 当前正是油菜追肥的关键时期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做好施肥工作 趁着情好天气 各地农民纷纷抢农时 给农作物追肥 施药和分株 在渔航仁和洛阳村 工人正驾驶着撒肥机给小麦施肥 在同乡市董家焦白专业合作社 工人们正忙着给100多亩大棚焦白云苗 保证焦白的品质和产量 浙江台报道 近日由省交通集团设计开发的 全省高速公路建设疫情复工管控平台上线市运行 通过对施工人员活动轨迹 健康状况密切追踪 为项目有序复工构建防护网 今天两架载有7000件防护服和5000双医用手套的飞机 从建德千岛湖通用机场起飞 经过近三小时飞行抵达武汉 为抗疫前线送去急需的医疗物资 今天千岛湖景区正式恢复旅游接待 在各个景点身穿统一制服的景区安全官同步上岗 为游客提供测温消沙等工作 景区还出台一系列优惠举措 全国医护工作者凭有效证件 可在年内免门票游览 近日周山海关首次对企业国外注册进行云评审 评审人员通过视频连线 对申报单位的生产加工区域和设施设备 进行在线确认 并对生产负责人进行评审提问 对于符合标准的企业 可直接在线上审批通过 有效推动了疫情防控期间的企业评审工作 到城市乡村感受初春时节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杭州西西湿地 感谢收看浙江新闻联播 更多资讯请下载中国蓝新闻客户端 关注中国蓝新闻微信公众号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